这个40千克侧平均的肌肉难补 它的免疫能力还不一定有这个瘦头强 身体容易疲劳 经常感冒咳嗽 就是免疫力低下典型表现 免疫力其实就是身体清除细菌的一种能力 就好比你运动的时候受伤了 伤口的地方就会有细菌 为了加快恢复 防止伤口感染 吞噬细胞切免疫细胞 主动清除伤口细菌的一种能力 运动确实可以提高免疫力 但是错误的运动方式反而会降低免疫力 咱们最常见的真肌式的训练方式 运动强度大 时间比较长 频率比较高 这样的训练方式反而会降低身体免疫力 咱们看运动生理学关于运动强度 与上护肌道感染的最新曲线 从这个曲线可以看出 只有中等的运动强度 运动频率 运动时间 才能提高身体免疫力 同时这个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研究表明 高强度训练可以导致 专业运动员发生免疫抑制 同时伴随多种炎症细胞因子上升 说白了就是 高强度运动以后 身体免疫力不仅变低了 而且更容易发生炎症 其次 在高强度训练以后 身体免疫力会出现一个开窗期 免疫力低下时间会持续3到72个小时 那么提高免疫力最好的训练 就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这里的中等强度就是说运动的时候 心跳稍微加快 可以简短的对话 但是不能唱歌 这个是训练课程表 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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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